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的确是这样 因为大量的学数学的人都想去金融行业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学计算机的人都想去金融行业 因此他有了这样的高端的数据挖掘的一些数据建模 搞大数据的人 导致了这个行业里面应用的更加的深 更加的广泛 我们试想 中国 我只说中国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有多少学数学和学计算机的人 愿意到教育行业 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 相比金融行业是很少的 但我可以明确的说 在线教育 教育行业是这个世纪的最大的金矿之一 全世界有两个行业 永远不会倒闭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医疗 好老师和好医生 都是无免之亡 因为谁都有可能得病 谁都需要接受教育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因此当你认识好老师和认识好医生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资源 就这么简单 无免之亡 OK 还有另外一点 线下教育一个最大的问题 缺乏学习者行为的分析和挖掘 什么意思 很多学生在线下掌课 包括各位同学 你去到一个培训机构 无论什么培训机构 出国考试的 还是当年你可能上过的一些国内考试的 还是职业认证的一些考试的 或者职业认证的一些课程 你在那学 注意 是没有人去统计 你哪有问题的 但在线教育就不一样了 你只要用互联网的产品 你就会留下痕迹 你在11秒的时候停顿了一下 你在15秒的时候关闭了 你在18秒的时候 你可能提了个问题 这些行为一旦被建模和采集之后 构成的就是一套挖掘系统 所必备的sample 最终只要有挖掘系统之后 就能去分析出这个用户的一些结果了 大家懂意思了吗 它在哪有问题 因此线下的问题太多了 它不是说是因为说互联网多好 那是因为线下的问题太多了 那既然讲到现在的一些缺陷了 未来的学习特征是什么 一 时间要更加自主 我想学哪段学哪段 我想几点学几点学 我根本不管你 对吧 那只有互联网能解决 第二 空间跟自由 我想在哪学在哪学 对吧 我一会在这儿学 我一会在厕所学 我一会在这个 我在这个公司学 我一会在咖啡厅学一段 是不是都可以啊 你不能说线下说 老师我在咖啡厅呢 过来一下 那不可能 上门服务 那不太现实 现在目前还 第三个 教材可更新 这样的话就让这个线下的这种 指示教材更加的不那么重了 第四个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节奏随心所欲 注意 每个人的领悟能力是不一样的 英文水平不一样 数学能力不一样 导致了 我这段啊 我想多听三遍 注意 你线下的话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解决不了的 OK 好 这就是未来的学习特征 好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者就会被解放 同时 老师也会被解放 为什么呢 老师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全都放在研发上 还有另外点 老师更多的应该未来是通过这种深度研发的内容 他是去商业化他的这个内容 拿板税的模式 这是最科学的 他不用天天去重复那些科学挣钱 他深度高涨的内容 他坐在家里面就在收钱 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才是最合理的在新教育和未来的教育行业 因为知识是有价值的 既然知识有价值 知识也是有门槛的 就这么简单 OK 因此我们的smart pick up smart study 跟老师全都是高额的分层关系 让他拿的是这种高额的 还可能不是说是简单的一个 这种像图书一样的版 高额的分层关系 就是让他能够做到 只要在我们这排塌了之后 最终他这一年 你到处去游玩 你在家里面深度的研发 一个就能让你可能一年一两百万的收入 就这么简单 我们要去包装打造出很多年薪超过百万的老师 你不用再去拧个包到处重复了 很苦逼拿个饭盒 这个班讲完 那个班讲完 这个非常的辛苦 OK 好 还有另外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就导致了个性化教学服务 就是一句忽悠人的空话 大量的培训机构 就说我们是个性化的 我这么去说吧 遇到外行 很多很多还会相信 如果遇到内行的话 你先告诉我 你个性化差不差异化 只要一验证 他的前期的教学服务 有没有评估 有没有诊断 立刻就知道他是不是个性化 最多你叫一对一 但一对一不叫个性化 OK 因此学习被完全的囚禁了 甚至我常常说 老师也被完全的囚禁了 因为老师天天在赶课 教育培训行业 必须要进入到产品化的时代 这就是我的整个的理念 产品化的时代 要有两个特征 在线学习平台的产品化的特征 有两个特征 第一 标准化的内容体系 注意 内容体系是必须标准化的 为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比如说 Smart Study 创新伙伴是只做硬试的 硬试都是有大纲的 是这样吗 既然有大纲 所有的老师都必须要覆盖到大纲 这才叫做 这个产品是质检通过的 合格的产品 懂得意思了吗 但你会发现 很多的线下培训机构 我不点名字 几乎所有的 两个老师同样讲一门课 他可以讲的 可以完全不一样 甚至有一个老师 可能覆盖这几个 有个老师覆盖这几个 但其实应该都要覆盖 因为线下的很多机构 导致了这个老师 他并没有经过标准化的培训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并没有说 每个老师和每个老师 他们覆盖的内容都是统一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没法建立标准化的内容体系 这是不对的 注意 这是不对的 第二个 个性化的教学风格 教学风格可以个性化 你是语速快的 你是语速慢的 你是立志型的 你是邻家大姐姐型的 你是学术派的 你是唱歌型的 你倒立的等等的 都可以 你各种才艺 你都可以用 但是标准化内容体系 这件事是严肃的 而这件事是可以个性化的 但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教育机构 出现了什么情况 倒过来的 这个事是个性化的 这个难 算了 我不碰了 我没研究透 我就不讲了 这个是标准化的 为什么呢 学 那个老师去说了个段子 那个老师是那种风格的 我去学他的风格 因为他的风格可能学生比较喜欢 完全倒过来 那个老师唱歌 他也唱歌 那个老师倒立 他也倒立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我就认为 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 其实问题太多了 是一个 我可以这样告诉我 我可以很真实的告诉我 在2008年的时候 08到09年的时候 我特别沮丧 我为什么特别沮丧 我说我 对吧 也算一高财生 是吧 然后呢 就是怎么在这么一个 龌龊的行业 这个行业 其实本来可以不龌龊 就是因为 从业门槛 教育培训行业 尤其培训 我说培训行业 你们认为 现在的 包括现在 培训行业的 从业门槛高还是低 其实还是很低 并不像金融行业 并不像 就是它非常专业 等等等等 就是太低了 那个时候我就郁闷过 但我就走过来了 走过来主要原因 有时候在于 因为它低 导致了可能 我的机会会更大 导致了我的空间 可能会更多 就这么简单 因此确实是这样的道理 因为毕竟在 投行待过之后 你会发现 投资银行业好 金融行业好 它确实是一个 客观来讲 还是一个门槛 比较高的行业 教育行业本来门槛应该高 但在中国大陆地区 没有变得那么的高 我觉得我们要反思 是在于 这个行业真的需要一些 标准化 流程化 权威性的一些东西的评估 那我们是怎么去 依入什么样的态度 来去做再信教育 再信学习和再信学习服务的 我先给大家看三个数字 334 大家猜一下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说 老师这是你的三维 这当然不是 334 这三个字母 共同加起来是10 我常常说一句话 教学这件事 如果想保证个性化 同时又保证结果为导向 就是孩子们真正的分数提高了 实力提高了 能力提高了 语言能力提高了 大家懂我意思吗 逻辑能提高了 必须要有三件事同时去做 才能够去做到了保证结果 第一个三代表30% 30%取决于什么东西呢 教学 就是教 但是老师教得再好 我想请问 学生一定就能够能力提高吗 未必吧 第三个 第二个三是在于练 就是学生本身的练 但学生练不是说他自己练 你要给他搭建一套 非常科学的练习规律 和练习平台 以及练习的工具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交比健身房给你提供的 其实不光是一个听课 看这个健身教练演的地方 还给你提供的是一个练习的地方 同意吗 第四个 40%最重要的是在于管 就是教学管理 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很多人都会选择私人教练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就自己管不了自己呢 因为人心本舵 很多时候有个私人教练在这里面的时候 他可能一是给你提醒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在你练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他给你纠错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OK 在这种情况下 有私人教练 并且有私人教练比较专业的这些客户 他的健身效率比那些没有私人教练 同时又不自我坚持那些人 要效率高得多 同意吗 因此很多人说 那私人教练很贵 注意 好的东西你必须得买单的 因此我常常说 免费的东西未必好 是吧 好的东西必须得收费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因为那东西是有成本的 因此你会发现 我常常说这样一个概念 教育和商业化 它之间是完全可以去 进行一个很好的兼容的 OK 教育商业化 商业化教育 同时又满足的是高指导 但前提是教育产品的质量 必须得很好 在334这样一个模型下 就导致了 我常常说 老师教的再好是没用的 必须要去构建一个练习的平台 因此Smart Study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 三和第三个四 学习教 以及四 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注意 比如说什么提醒啊 敦促 并不需要靠人 靠机器就可以做了 OK 统计可以靠机器去做 而第二个三 就是我们的Smart批改 就是我们的极致批改网 在线练习平台 让学生练完之后 极致批改网对应的是 哪两个三和四呢 是第二个三和四 老师在进行改 这就是教学管理 改你的每篇作文 纠错你的每一个口语 因此我常常说 在线教育 甚至不要说在线教育了 只要是教育行业 要想保证 学生的教育质量的话 必须要进入到最原始的 只不过通过最先进的手段 进入到最原始的师徒关系 你们同意吗 不是说是一个老师 哇一千个学生 是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 最重要的是 一个学生一套独立的 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好 在这种理念下 就是在检究一个问题 如何让他提供给他合适 适合的学习方法 学习资源 学习课程 OK 因为我认为 医生和教师 这两个行业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这个观点 如果医生不是因人而异的话 这很恐怖 他说上一个 我是这样看到 你也是感冒 感冒种类还不一样 因此必须得走向 personalize 个性化的这样一个状况 因此这里面我就讲到 一个概念之后 我就要引出下一句话了 下一句话就是online和offline 很多人都说 说在新教育未来会冲击线下 我常常说不会冲击线下 或者不会去革命线下 线下永远会有 就好比即便有淘宝 那么商场也在开着呢 尽管受冲击了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有阿里巴巴 有淘宝的存在 你不得不说的是 整个的线下的购物环境 也更加的透明了 也更加的被净化了 因此我常常用一个单词 就是线上任何的模式 对线下其实不是revolution 而是evolution 而是净化 而不是一场说 把这个命全都割掉 不是这样的 OK 因此我常常说 并不是online vs offline 而是online with offline 因此它是一种典型的什么结构 O2O的模式 因此我认为 我是一个典型的O2O的 一个典型的倡导者 在新教育必须是O2O的结构 好 讲完这块之后呢 我下面再讲一下 我做印度巴基之前 我先讲一下在新教育 我自己创业的一些 应该来讲我的belief 我的一些信仰 然后再去讲 为什么我这么产品这么做 它是有信仰的 在新学习平台和内容研发的标准是什么 大家看这六个词 我其中把剩下五个 我把它盖住了 第一 叫知识点的切片 什么概念 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 我们所有的课程 Smart Study所有的课程 都是按照知识点来进行切片的 现在目前大部分的同学 可能都会适应这种课程 就概念第一节课两小时 第二节课两小时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是这样吗 这个非常荒谬 凭什么你那么分 你会发现 所有的课程应该进入到 像图书一样的概念 就是目录 第一章 一共有五小节 第二章很有可能有二十个小节 这样的话就构成了 所有的知识 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系统的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而并不是说按照均分来去分 因为知识点的重要性和长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所有的课程都知识点协片 第二个 个性化的诊断 我们所有的平台都融合了数据挖掘的算法 统计学生的学习行为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学习行为 这个数据挖掘怎么去 怎么一个诊断 包括怎么一个互动的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Smart Study的课程 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去点提问 或者点笔记 那么同时它也会 当然我每个人上视频网站的话 都会关闭或者暂停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有一个课程它暂停了十次 在有一个课程它暂停了一次 有没有一些信息可以挖掘 暂停了十次的和暂停了一次的 有可能会反映出不同的一些结论 暂停十次的 有可能是这个视频的教学 它有疑问更多 听懂我意思了吗 因此这些都是行为 但这个一个行为不能去判断说 它的这个疑问更多 综合所有的X可能有十几个X 我们一共总结了九个X 九个位置数 然后最终通过建模 得到那个Y的时候 就更加的科学来判断了 这个学生在这一门课的 学习意向和学习效率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尤其是这个学习的效率 个性化的诊断 第三个 因为有了个性化诊断 最终就给它推送了 它适合学习的课程的内容和知识点 线上促进线下的进化 第三个叫深度的内容研发 这恐怕是我跟我的合伙人翟绍成老师 我们最擅长的了 因为我们两个在新生化里面 是被公认的 就是研发型的老师 不只是讲课型的老师 讲课这件事很简单 我这么去说 但研发的老师 就是要真正的做research 做研究了 深度的内容研发 不是说随便凑一下 两个小时内容出来了 这个课程跟大纲的相匹配度 怎么切片更合理 而且要站在谁的角度 要站在学生的角度 怎么学 怎么教他学得好 而不是怎么教他教得好 听懂我意思了吗 站在最方的角度 高清 优迷网我觉得 自然跟我们的做事的品质 我们觉得非常的相似的 就在于 这是一种视觉享受 这很重要 你看一个视频 不清楚 那感觉像枪板的一样 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 互动 我们可以支持在新的提问 而且语音的提问 计时和非计时都可以 ebooks 我们所有的教材 都是电子化的 而且可以直接 在他的iPad上直接更新 因为这个概念 包括一些 国家的一些部委的一些领导 对我们也还是蛮赞赏的 是在于环保 纸质教材 其实更加的不环保 但我并不是说 纸质教材不好 但是我认为教材 尤其是这种考试类的 讲义教材 完全应该走向ebooks 就是更新起来更方便 否则的话 你如果更新 纸质教材的话 你要统一印刷 印错了 再印一批 浪费钱 浪费时间 立刻update 立刻全都到这了 我们整个的生态系统 就这么一个概念 用户 他可以接受哪些服务呢 教授和外教的 写作批改服务 他提交作文 然后我马上给你展示 我们是怎么改作文的 还是蛮严肃的 同时口语批改 这就是批改往解决的问题 好 到下面 Smart Study解决的问题 精品课堂 我们高清录制的这种 非常 应该来讲系统化的课程 以及学习诊断系统 融合在里面的 一同步课堂 这是我们二期的项目 一实时提问 教师端这边 接受到问题之后 可以回答他的问题 最终 当然了 右侧这块是我们未来的 一个小的一个布局 就智能留学和用户匹配 就是关于院校录取 和智能选校 这块这些小的东西 这也是我过去的一些 一些成果 我想应用到这个里面 我先讲上半个板块 上半这个板块 就是写作批改 和口语批改 这两个板块 因为这两个板块 我前面去说过 它构成的是 极致批改网 这么一个结构 OK 那么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结构呢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产品模式呢 我相信我今天讲完之后 肯定很多用户 你会成为我们的用户 就很多优民网的用户 会成为我们的用户 因为你肯定需要 希望提高自己的英文 我可以保证 或者在座的很多听众 说不定会成为我们的用户 我们也非常衷心地希望 王立芬老师 也成为我们的用户 那么 极致批改网 它解决的问题 就是作文批改和口语批改 这是真正的 以个性化为基础的 学习服务和学习服务的方案 我先问大家一句话 这句话大家同不同意 口语和写作这两件事 纸上课是没用的 注意我标了三个词 叫only 纸上课是没用的 你们同意吗 很多人都学了很多年 口语写作 纸上课这个老师讲得再好 你不练有没有用 没有 即便你练了 但你很有可能 你按照错的方法去练 你提高的效率怎么样 不高 因此纸上课是没用的 但上课是有用的 但纸上课是没用的 它必须得是 你练完之后 有真正专业的人 如果给你手把手的改你的作文 和纠正你的发音 和你的语言的逻辑 输出的内容的话 我跟你这么去说 你练上一周 如果有一个贴身的服务的话 比一年都效率更高 因为你知道问题在哪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否则的话 你不知道问题在哪 其实这就叫诊断 医生去体检 你说是不是一个道理 血糖有点高 你那个原因发的不太对 一模一样的道理 因此 极致批改网所做的 解决的问题 就是四大问题 中国学生的英语和作文 作文和口语 基本上很多同学 那个口语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从嘴巴出来的 还是从哪 讲课的老师工资很高 但你知道吗 在美国 教学服务的老师工资同样高 改作业的老师 我问你一句话 讲课的老师叫老师 改作业的老师叫不叫老师 我可以这样去说 改作业的老师 可能比那个讲课的老师 他给你真正的实际提高 更加具体 更加实际 因此我们常常说 我们很多老师 外教 他很有可能不适合讲课 但他的学术功力极扎实 他就适合的是做 一对一的作业批改 口语批改 作文批改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就这样一个概念 他们的收入很高的 我们所有极致批改网的外教 都是按照分成的模式来走 第三个批改工具 很多人想到批改作文 就拿word来改 我马上给你展示一下 word跟我们的区别 第三个机器批改 我可以这么说 机器批改是不靠谱的 现在很多人去强调说 机器去批改 我这种句说吧 我来去拿一个例子 来去反驳它 机器翻译 现在都还没有成熟 就不要说机器批改了 因为语言的背后是思想 你们同意吗 最多改点小错 深度问题解决不了 解决方案 smart批改 极致批改网 我融合极致批改网 我就跟你讲教学服务 过去一个老师讲 下面一群学生听 必须不是这样的 下面一群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必须给他 一对一的来进行 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诊断 和一对一的教学 我们先看机器批改 先看word批改 word改你说是不是很乱 首先错误都没有归类 只是改出来了 但是你其实你很难知道 为什么错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们的批改报告 所有的作文 在机制批改网里面 要融合这九个部分 任何一个作文 进到后台系统之后 先是人来判断 但是后台有九大组 控建八十一个按钮 切题 篇章结构 逻辑 论证 逐句纠错 逐个修改 逻辑关系判断 最终评分 总评和提分建议 这是我们极致批改网的 学生拿到的每一份 作文体检报告 我们把它叫作文体检报告 很多学生展开了 这样的一种感叹 说改完一篇之后 才知道真正自己的问题 不改 永远不知道你的问题 比如说 他的右侧 就在于 首先老师给外教 我们的外教很多的 甚至都是一些考试的 一些考试机构的考官 给你的评分 比如托写作 然后右侧这就是 所有的错误的分类 你像word它是没法分类的 分类 逻辑错误犯了两次 一点上去就可以看到 哪两个地方犯了逻辑错误 标点实用不当 贯次错误 单辅数问题 表输正确 也给你激励一下 你拿好 鼠标一滑到某一个具体的点上 去告诉你 这具体应该改为什么 修改建议 原汁原味的地道的英文 让所有的学生 浸泡在英文里面 你要知道很多中国老师 改中国学生的英文作文 竟然拿中文去改 这不很荒谬吗 这个 说这个地方写的挺好 这是个屁话 好 请拿英文给我表达 因为让他视觉里面 看到的是英文 会促进他输出的 更地道的英文 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输出输出的关系 好 每一个都这么改完之后 后边是按照评分标准的 分项的点评 以及最终的总评 这就是极致批改网 学生拿到的作文的批改报告 是用良心来去做的 我可以这样去说 改一篇作文 大家体会一下 改一篇作文 是不是比讲一篇作文 其实要累 因为它每个人都不一样 讲是 我可以讲 我准备一个 我讲给所有人 改一个作文 每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工作量 是非常之大的 但我们有一套非常严密的 六个环节服务的流水线 好 这是一些元素 This is FCE Report 这就是极致批改网 我们做在线学习 一个非常看似细分 但其实又非常不细分的 这样一个产品 这才是真正以结果为导向的 个性化的写作教学 我讲了九年写作 我一个反思就是在于 写作 只上课 真的没用 上完课 改作业 改作文 学生才能提高 因为教育机构 必须要以提高学生的分数 能力为主 而不是说是你收钱为主 我们的口语批改 是我们非常特色 并且拿到了专利的 这样一个技术 Voice grading技术 叫语音技术 语音批改技术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你可以尝试 语音批改技术 是什么概念呢 你在极致批改网里面 可以用 我们也有移动端 马上展示一下 移动端 你可以去录 你也可以在外部上 PC端 你可以直接录 你的音频录完之后 到外教这一端了 我们一旦分配给外教 在后台 分配外教之后 它用我们的后台的 智能的批改空间 在你的语音 有问题的地方 就插入了 它的标记点 以及它的语音 大家懂的意思了吗 就你哪有问题 最终呢 你就可以在 你的手机和PC端里面 去收到了 这是口语批改报告 右侧依然还是错误的分类 Delivery方面的 Language user 包括TD方面的问题 Laxu方面的问题 那么上面呢 是你原始的音频 而上面你会发现 你原始的音频 被改完之后 标记了很多的点 就代表你这个地方有问题 这个地方可能是 话题相关度不高 这个地方可能是 发音有问题 这个地方可能逻辑有问题 改的是很深度的 下面你一点这个1之后 就可以看到了 老外原汁原 不是看到 听到老外原汁原味的英文 口语学习跟听力学习 不分家 你们同意吗 当他听老外说的时候 他的口语 一是他听老外说 他的口语问题 但同时他又练的是听力 但我们害怕 很多学生听力不好 听不懂 对吧 这个地方一打开 就可以看到文本的信息 文本就告诉你 哪些有错 这就是用户体验 要考虑到 不是每个用户都是高端的 那么这就是 当然下面就是一些总评 包括分享评分 我们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严肃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一个学生 在一个培训机构 上完托付课之后 花了将近三万多块钱 托付 考了三回 没有上85分 一直都在口语和写作上 口语和写作都十几分 十三四分 最终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也就花了几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 就是老外 一个一个的给他这么去改 他的这段音频 这段音频 因为音频都是提 以及一篇一篇的作文 最终他的托付 在经过了大概两个作业的 这样一对一的真正的口语 和作文的批改的服务之后 他的托付达到了109分 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真正能够提高他的 就像健身房的私人教练 是一样一样的道理 他逼着你 你先练 然后我给你纠错你的动作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听课有什么用呢 或者只听课有什么用呢 讲一句话之后 我可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我们实际的一个老师 是怎么去给学生 去改他的这个口语的 这样一段视频 你可以听到 简单的听到这样一个声音 在这里面他犯了一个单辅数的问题 以及联读的问题 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样的学生 他听到这样的口语提检报告之后 他会练的不只是口语 还有听力 意思这是我们 为什么很多资本方 包括很多行业伙伴们 去说我们的这种个性化服务 主要体现在这 OK 那极致批改网 我们在做在意教育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核心的元素 第一 所有的作文和批改 按照官方标准 二 能力提升 提分迅速 专业外教 包括智能批改 主要是融合人工智能技术 这个块是很多创业者 可能很关心的 很多创业者 其实对技术这块 我觉得就是过多的提概念 如果你没有硬技术的话 是不行的 智能批改是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人来改 但机器来进行智能统计 机器不能代替人来改 这是我们使用的一个理念 因此你一定要 想到你的商业模式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 你有没有核心技术 以及有没有核心的 不可被颠覆的产品模式 我客观来讲 这两个东西 如果说不足够硬的话 其实走向创业的道路的时候 你自己有可能都做不下去 都不用等到竞争对手 来去颠覆你 很有可能你做不下去 因此我常常说 创业这件事 就像编一段程序一样 你最终能不能编一通过 这段程序最终能不能跑通 跑不通的话 这是很可怕的 即便你有很大的融资 也可能是很乏 要想通 这很重要 我们第二大产品 Smart Study 我为什么给它起了 叫高端霸气上档次 很简单 因为确实我们是融合了 太多的一些质量的东西 在这里面 第一 绝对的中国第一阵容 就在我们所在的行业 出国考试和考试 什么高考呀 五大出国力学考试 托付ICTGRE 即Math 未来各位同学 如果要去听这个课 我可以保证的是 你可以去对比 我们融合的是 中国所有线下机构里面 最顶级的那个科目里面的 最顶级的那一到两个 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高清的课程 在这方面 我们的投入是蛮大的 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用户更爽 让用户听课听的感觉 更加的 应该来讲更加的友好 让他感觉听课的 这种愉悦度更高 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 我们有任何别的意思 这里面是一些很多同业伙伴们 他们的一些网络课堂 这是一个 都是一些上市公司 这是另外一个 就不去多举例了 这是另外一个 他们的网络课堂 很多人说 挺好的 这视频质量很高 那是因为你没有对比 有对了比之后 你就知道 什么是东施 什么是西施了 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是怎么样的呢 Smart Study 是这样的 这个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原因很简单 这样的东西 花的成本和那样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东西 是真正考虑用户 而不只是考虑说 我花钱 我只要能收钱 卖就可以了 我还是那句话 要想真正做高品质 我是一个苹果控 我是个超级苹果迷 乔布斯之所以能够带领苹果 成为全球的这方面的 这样一个 在他活着的时候的 霸主的这样一个地位 很简单 是因为产品牛逼 是因为足够的极客 因此这里面 我给所有创业者 说的一句话 不要过度的在乎营销 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产品足够的 霸气和牛逼 营销自然就会 更加容易去做 而且你的营销成本 会越低 你刚开始 你的产品不做够的极客 你的营销成本 会越来越大 一 产品不足够的 应该来讲 门槛更高的话 你对复制的概率 和复制的速度更快 对吧 这第一点 第二 产品不足够的牛逼的话 导致了你游说客户的成本 也会更加的高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因此像这样的东西 对比之后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特色三 就是主题一讲 这话不多说 特色四 就是所有的课程 都是知识切片的 科学量化的教育体系 我为什么要讲到 科学量化的教育体系 科学体系叫切片 叫incision 这个库叫repository 切了片之后 才能够让用户 最终能够有针对的学习 同时也可以系统的学习 而且 Smart Study一个课程 有这样一个特点 每一个知识切片 讲述的内容 不能超过15分钟 因为心理学研究过 医学也研究过 每一个人的注意力 最长能够保持 就完全保持注意力 15分钟 在15分钟以后 就类似于 爱宾浩斯周期一样 它就会衰退了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因此我们在每15分钟 就会有一个转场镜头就出来了 让它进行一个 这样一个过渡 这就是要考虑学生 它的学习的效率 OK 这是我们的切片 所有的课程 都被成这样的一个切片 像书目一样 这种感觉 OK Smart Study的特色4 就是互动提问笔记 明示答疑 你都可以直接向他们 进行语音提问 语音笔记 特色5是我的专业的算法 用到这里面的 就智能学习管理 这是一张课表 对吧 大家从小都看过课表 这个课表可能 跟日历是不是差不多 那课表就是日历 注意 我们的日历是Dynamical 并且Smart 动态的并且智能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今天这课没学 和你今天这课 你的问题多 注意 后面的整个的课表 它是动态变化的 它会根据你今天的学习效果 自适应的来进行动态的调整 最终来符合 一 你必须得学 二 你必须得解决问题 才能去学下一课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只有这样才能叫保姆式的 用机器来做保姆 来做智能学习管理 不用靠人了 OK 特色六就是关于课程大纲的细分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云同步 云同步这个我不能说了 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 我们创新的 包括优米的APP 各方面 我觉得这些产品都做得非常的好 还有很多一些 大的在线教育机构和优酷 包括这些很大的一些 视频网站 就是我们在PC端 听到了1分58秒 这是我关闭了 关闭完之后呢 就是我到机场的路上 我打开手机端 从1分58秒开始 完全云同步的感觉 cloud OK 那么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这其实都是在考虑谁 考虑用户 对吧 比如说这个云同步 你说重不重要 它很重要 比如说他在PC端 听到1分58秒 到飞机场路上 从零开始 这个时候他可能忘了 他从哪开始听了 应该 一切都是user experience 用户体验 因此我常常说一句话 叫用户体验 是我的做事的信仰 就这么简单 还有另外 Smart Study 融合了非常先进的 数据挖掘和行为的系统 PGuy Study 我们都有一套 整体的教学生态系统的 深度数据挖掘的行为分析 这块因为相对比较复杂 一我也不展示太多 这就是我们来去 通过用户的一些X PGuy有7个X 就7个用户的行为 7种用户的行为 比如说 一周之内登陆的次数 一个课里面提问的次数 播放连续时长 等等 Studdy一共有9个X 最终通过数学的模型的建立 来判断了每一个用户 他的学习意想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而这个学习意想 最终又跟刚才我先去展示的 智能的学习管理系统 和课表是完全相关的 这是我们预测 包括甚至我们还有一套模型 但还没有成熟 是预测学生 学习完我们的产品之后 通过我们的测试 包括批改服务之后 可以预测他未来的考试分数 的概率 所以我还是想到的概率 就是他考期分的概率是多少 但是你考期分的概率 同时我后面还有一些备考建议 这其实就是一些 融合了一些因素在这里面了 下面我就可以跟大家去讲一下 Smart Study 所做的整个的事情 它又是一个什么结构 这个域名 我认为它注定了未来会伟大 OK Smart Study 智能学习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都是 Smart Phone 智能手机 做Smart Study的理念 跟批改的理念 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又有不同的分类 主要是在研究这个的问题 现在的学习限制多 哪些限制 一 固定的地点 承认吧 什么固定地点 那个培训机和那个班 上在比如开的海淀区 你必须得去那听课 对吧 他如果不开在朝阳区的话 你就听不了那个课 就这么简单 固定的地点 二 固定的时间 他九点开班 你九点半进去 他绝对不会等你的 是这样吗 OK 第三 固定的节奏 老师讲多快 你得听多快 是这样吧 你也不可能再说 老师再讲一遍 不可能 第四 模糊的实资 这是现在目前 线下教育培训 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并不是 任何一个机构里面的 所有的老师 都很权威 我可以直接告诉他 就好比一个医院 也并不是每个医生 都是大牌 是一样的道理 资源是有限的 什么资源 优质实资资源是有限的 就导致了 并不是每一个机构 都那么敢自信的说 我们这个班 这四个老师 那个班 那四个老师 这样会导致 有些班可能报不起来 有些班能报得起来 这就线下教育 现在害怕线下教育的 最大的问题 线上一切都是透明的 这个课谁讲的 比如说 这场Matchian的Maping 韦晓亮讲的 有人一看 韦晓亮讲的不错 他就过来 他讲的不行 我就不听了 他全是透明的 因此互联网的一个本质 我认为就是 去中介化 清晰化 去模糊化 下一个纸质教材 非常的不环保 而且你报那么一堆 书去学习的话 其实蛮辛苦的 这里面如果有同学 考过托夫 考过GMAT的话 你会发现 你背的书 基本上可能比一些 女生还重 因此你会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更不方便了 移动就根本移动不起来 很有可能 你都移动不起来了 对吧 OK 在这种限制下 我们就又提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现在线下学习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线下学习 已经非常的heavy了 就是非常的重 学习者的负担也很重 奔上几个小时去听课 再回来 等等的 老师负担也很重 为什么 很简单 优质的老师 由于他的品牌很高 更多的课排给他 他几乎都是靠串场子 来去讲课 大家懂我意思吗 赶课 报这个班讲完 下一个班去讲 注意 这些优质的老师 他其实并没有 把他真正的优质的 研发力量用上 他更多的精力 都花在了重复上 你们同意吗 而没有把精力 花在research研究上 而在线课堂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这套课录完了之后 你可以反复的听的同时 我也讲了一遍之后 我可以不再去讲了 你就可以去听 或者你去优迷网的 这个地方去听 这堂课就可以了 我更多的精力 可以去研发下一套 我认为可能 对用户有帮助的课程 能理解我意思吗 因此研究是教育的属性 而不是说讲课是教育的属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